二分六的清北辩论民场面 清华北大相爱相杀在此刻具象化了 因为你有了一个明确的法律的边界 您刚才提到了香港法要 普通法也好 您可以给我举一些例证或者是判例吗 在香港的体系中 已经有相应的法律规定 我们为什么不对大众 对已有的法律规定进行一个教育呢 可能是会出现了这样足够的危机 所以我们需要通过更用成文法的立法的形式 来去进行一个规范的 内核的这种规范的补充 那您是否有考虑到 救助者和被救助者之间的这个权利失衡呢 它不仅仅是一个救助者的责任 和被救助者的责任 而是这里面还有一个部分 是受助人的个人利益 和社会救助的一个公共利益 但是这些客观的标准和判断 其实恰恰就是我们现在已有的侵权体系下 和刑法体系下 去判断这个被告人 他是否应当负责的一个客观的标准 其实我们讨论到现在都还没有 尤其是您是提出这一方 您需要给我一个比如说司法案例 它是什么样的 我们还是想要回到我们之前 已经说过的对于责任的认定 我们认为这个正义 它其实是一种道德上的正义 而不是一种法律上的正义 它讲了一些学术上面的点 所以如果你要反驳它 你得有一些学术上面的分析 我一下子突然明白了 为什么清华跟北大是CP了 一个北大的说话 清华就懂了 相爱相杀 相爱相杀 停最近的 空降 各位同学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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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有一些提醒就是 一会儿发言的时候 请站起来发言 首先我们想要跟你们确定的事 她的我的责任是非常非常严苛的一个事 是否会对立法机构彻底的丧失性 这个行为下的免责的条件 就是更针对性 在每次发言完结前的十秒钟 安妮的助理 她会举手提醒你们的 然后获胜的所有的队员都会得到十分的KPI 最佳的辩论手也会得到另外十分的KPI 明白吗 明白 明白 那我正式宣布我们的第二个课题 法律议题辩论正式开始 先请站方的代表做五分钟的立论陈词 可以开始 好 各位大律师 各位对方便友 下午好 我方的立场是 应当支持香港好人法的立法 我方在参考民法典第184条及司法十万里的基础上 认为好人法的定义是指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住人损害的救助人无需承担民事责任 同时我方也认为好人法对救助人的宽恕也应当是有所限度的 在事实和证据层面 若可以推导出救助人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伤害行为 则仍应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责任以及刑事责任 在当今香港刑法层面并没有专门的好人法来保护紧急情况下施救的普通市民 仅有1988年的民法判例说明如救助行为是合理且在紧急情况下进行的可能不承担责任 其一在个人层面 好人法的颁布可以避免救助者承担遭受恶意讹诈的风险 进一步激励民众建议勇为提高处于危急情形下受住人获救的概率 在海外其实很多发达国家都已受益于好人法的颁布 美国在2018年颁布的用药过量好人法后 反馈数据表明这些地区的用药过量致死率平均降低了7个百分点 这足以证明好人法对紧急情况下受害者死亡率的降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其二在法律层面颁布好人法有助于减少法律纠纷发挥法律的定分指证功能 颁布实行好人法后民众将对住人一举免责的结果产生更加稳定的预期 许多案件不会再进入法院的审理范围这一定程度上节省了司法的成本 节省了司法的资源即使案件进入了审理法官在裁粮时也会有固定的立法作为判断的依据 这样提高了司法的效率最后在社会层面好人法的立法有助于倡导良善价值弘扬建议勇为的社会封赏 孟子曰 侧隐之心 人皆有之 对身处险境的陌生人伸出援手是值得被歌颂的人性光辉 我们看到人潮奔流的地铁枢纽随处可见老人摔倒我要方 儿童欲嫌我要方这样的公益宣传 提倡定理好人法是为了驱散压抑人性光辉的阴霾 是为了破除施救者内心中最后的一道障碍 让无数见义勇为的勇士们侦破枷锁 相信把力中 没讲完呢 没讲完就不行 和记收 谢谢大家 枷锁就可以了其实 对 是一个结束的结束语 他那个其实差不多意思 对 都差不多 没有必要再叠了 而且反正才是一变 你这个价值最后再上也来得行 好 现在请反方的代表 孙靖的大律师评审 主席 对方便友 大家下午好 我方持反方观点 我方认为在香港好人法不应该被立法 开宗明义 概念先行 首先 我方认为今天我们所探讨遍题中的立法 应该指的是制定通过和颁布成文法的过程 而不应该包含通过司法手段 创建判立法的模式 另外 本次辩论应聚焦于当前的现状和问题 将讨论限定在目前可观察和验证的实施范围内 避免对未来做出不切实际的推测和假设 基于此 我方将从以下三点进行论证 第一 好人法在香港并不具备其立法必要性 这是因为香港目前的司法实践 已经足以达到良好的法效果 无需变动立法 立法并不是唯一的解决途径 另外 我方认为立法并不能真正鼓励救助行为 本身冷漠的人也不会因为立法就积极地去实施救助 第二 我方认为为好人法立法利大于利 首先 正确的救助往往只有一条 而医疗的禁忌却是千千万 对于欠缺专业知识和能力的人而言 在责任豁免的立法下所激发的贸然行动 高概率导致的是伤害而非救助 显然 在这种情况下的立法 得到更多的将会是适得其反 增加了危难者遇到错误救助的风险 也使得他获得专业救助的概率降低 其次 好人法很可能成为侵权行为的挡箭牌 因为错误救助的责任豁免 对于那些想要故意伤害危难者的恶人或者仇家而言 他们会更加肆无忌惮地对危难者进行侵害 因为他们可以冒充自己是救助不当来逃避事后的惩罚 而司法也难以去区分故意和不当救助的边界 这会模糊了对于侵权等法概念的司法认定标准 从而伤害司法裁决的公正语言尽兴 这些点很容易让人印象深刻 对 让他讲得清晰 最后 诚如临方便有与金之下所想要打造的是一个热心社会 但我们不能仅凭一腔热血 仅从道德层面考虑问题 任何制度都应该在赏罚分明的前提之下才能将社会效益最大化 五方认为政府也可以出台相应的奖励政策 例如对积极救助成功的人予以社区表彰或者一定金钱上的奖励 从而使得有能力的人更有意愿去做好人好事 这样后端的奖励相比事前的立法去豁免责任 更像是一个筛选机制 对于投机分子以及没有能力救助的好人而言 他们会因为赔偿的存在而选择谨慎救助 对于有能力的人而言 他们能够规避赔偿 获得奖励 自然更有动力进行救助 两相比较之下 我方设想下的社会 正是一个鼓励好人降低伤害的乌托邦 松上所述 我方认为在香港为好人法立法并不具备必要性 且必大于力 因此我方认坚决反对 在香港为好人法立法 谢谢大家 紫薇光无相看 她还给出了其他的一些解决的 替代方案 建议为奖励基金会 听完更觉得没有立法必要性 好的 那我们现在开始自由辩论的环节 我们先请正方的同学 好的 好 我想问坦方同学 我们知道医学界有一个说法 叫做心脏骤体的救急黄金时间是四分钟 对吧 但是如果说我们已经错过这个黄金救援时间 请问一个具有专业救助能力的人 如果救助不当会惹上官司 他犹豫了几十秒 一分钟两分钟 造成这个被救助入人生命的流逝 是不是有可惜呢 正方便有好 根据现在对于这个香港的一个 心脏复苏教育的普及率而言 在香港其实近90%的学生 都是没有受到过心脏复苏数的训练的 另外根据香港医学专科院院士 进行的全港研究表示 28.8%的病例是由旁观者去实行的 这个心脏复苏数 但是在这28.8%的病例当中 实行的这个心脏复苏数的质量并不佳 也没有对提高患者的存活率有着显著的作用 另外除此之外 有一些案件中 比如说交通事故 如果伤者出现一些脚髓的损伤 对于没有专业知识的人而言 他们可能会认为这个脚髓的损伤 不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但事实上任何轻微的晃动 都有可能会造成他们终身瘫痪 因此我们认为 这个论点并不成立 另外对于这些受过专业教育的人来说 影响他们进行心脏复苏的因素 其实并不是受到法律追责 这个仅在他们其他因素中 占五十分之一的比例 他们更多的因素是 缺乏心脏复苏数的能力和信心 以及对自己造成 谢谢 他已经回应完了 我感觉他现在在继续进攻了 其实我这里也有个数据 是香港心肺复苏委员会 他曾经访问1223名的 参加过急救科生的学员 他们是具备专业救援能力的人 但是95%的学员都表示 他们希望好人法 能够给他们一重救助保护 也就是说您方刚才所说的 动机仅到五十分之一的这个动机 是我方是怀疑态度的 其次真的有救助能力的人 如果说就10%的概率 其实700万港人就有70万港人 有这样的知识 对吗 其实我们如果把好人法交给他们 给他们一层法律保护 给他们一层法律保护 我觉得是能够大大提升 这些在危困状态下的 港人的救助成功率的 也就挽救了不少人的生命 您方便有首先 你们是决定今天的变体 就直接确定在 是一些有专业知识的人 到底救不救助这个范围内吗 不是 好的 那如果今天没有专业知识能力的人 他要怎么判断 他到底是心脏病还是噎到 那如果你是噎到 他以为是心脏病 你去给他做救助 他不就噎死了吗 如果有不懂的人先去救助了 然后有专业知识的人 他看到有人救助以后他离开了 从而耽误了他受到救助的时间 您方怎么办呢 漂亮 刮目相看乘以二 我们所强调的这个好人法的立法 不是说他没有这样的能力的人 在有了好人法的立法之后 他就拥有了这样的冲动 和这样的鲁莽去行事 我们的好人法 恰恰是鼓励理性的 因为你有了一个明确的 法律的边界 你会在要不要实施 这个救助行为的情况下 去思考我的行为 可能不可能构成 这个行为下的免责的条件 或者是减轻责任的条件 其实它是一个鼓励理性的 而不是一个鼓励鲁莽的 我想来回答一下对方便有的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认为您方是否把程度 已经放在了合理性 而非鲁莽行为的这个范围之内 那就是对方意便提到的是 因为内地的这个法情 它并不是一个普通法的法系 它没有判立法 而在香港我们有替代措施 我没有判立法 从法律理性上的角度来看 你们设立的这个新的好人法 其实和香港现有的判立法 已经是一个重合的状态了 请问您方新设立的这个好人法 和我们现有的判立法下的 合理性性有何种区别 如果没有区别的话 是否它反而会混淆 我们现有的这个判立法 这是昨晚罗老师提到的问题 对啊一直说要去强调说 搞清楚的问题 关于您说的判立法的问题 大陆法免法店 它只是大陆法的一个部分 而且您刚才提到了 香港法也好普通法也好 它已经有一些案例的佐证 您认为可以来满足 回应现实的这个需要 那您可以给我举一些例证 或者是判例吗 因为之前有讲嘛 没有找到有利的案例 罗老师就直接攻击你这个点 对 那怎么办 那这个要怎么支撑啊 我觉得是可以先不用说 一定要根据这个 我们找到的具体案例来说 你可以根据这个 这个Principles来说 我们不可能因为没有案子 去丢掉这个论点 就算是没有案子 我们也会用这个逻辑去打的 他们其实没有找到 他们找的是对方有利的案例 对 所以罗老师他肯定自己也找了 发现可能找不到 他故意问他 对 怎么办 派利 洛逊有准备 他要站起来了 在香港的体系中 对于这个侵权法中 对于过失责任的规定 明确说了 被告必须要违反 对远告的注意义务 但是被告在救助中 只要他作为一个理性的人 去谨慎地履行了自己的救助义务 没有造成不应有的损害 那么在香港的普通法中 他就不会被认定为 是违反了注意义务 此外 在刑事的案件中 基于无罪推定 空翻想要证明被告实施的是一个伤害行为 而不是一个救助行为 那他必须要满足 无合理疑点的一个证明要求 如果存在被告只是实施了失救 而非故意伤害的可能 那么无法给被告定罪 在这种情况下面 因为已经有相应的法律规定 我们为什么不对大众 对已有的法律规定 进行一个教育呢 而是要去创造一个新的法律 去推广这个新的法律的教育呢 虽然没有判例 但是其他的一些法律适用 其实也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我方刚才质疑您方还是没有给出一个具体案例 只是给了一个侵权法中的一个 Dutiful Care的分析 那请问如果说真的是按照您方说的这样 已经可以解决现有的问题的话 为什么还会有之前我们说的那个案例 因为先生在好心救助别人 最后却被判监做了三个月 甚至还要罚金的情况呢 志远 把抓着一个点 这个受觉是对的 要盯下去盯着问 因为反方不容易提出案例 找案例的话 应该是比较困难 因为立法以后 情况更差的案件应该是没有的 反方来说是 稍微比较困难一些 千万不要说停在这里 停在这里的 实在太过分 如你所愿 陈敏老师也有敏锐的嗅觉 我真的 我已经被伤害出了一种直觉了 卡在了最要命的地方 这我们要做决定啊 现在就有很多 对 我们现在每个 这样最后一段VCR为我们揭晓 一起来看吧 我方刚才质疑您方 还是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案例 请问如果说真的是要按照您方说的这样 已经可以解决现有的问题的话 为什么还会有之前我们说的那个案例 因为先生在好心救助别人 最后却被判监做了三个月 甚至还要罚金的情况呢 看怎样回应 为什么还会有之前我们说的那个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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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希望先明确一下我们究竟是要把好人法设立在刑法责任下还是民法责任下 这一点是非常不同的 转移战场 如果说您方提出的合理性的分析 我理解是在民事责任下 即使您方设立了好人法 也并不能帮到案件中的李先生 因为他承担的是刑事责任 漂亮 嗯 是个点 如果您方想要设立在刑事责任下 那请问您方认为 他是即使在有犯罪意愿的情况下 依旧可以得到豁免吗 如果不能的话 这个犯罪意愿本身就非常的难去证明 其次您方前面也提到了 说觉得判立法很灵活 如果立一个清晰的法 可以让民众更有信心 那您方去立一个法 是否会存在一刀切的弊端 是否会成为别的推动 莽夫行善行为的推手呢 呃 我们认为我们讨论的这个好人法 它一定是同时涉及到的民事 也一定是同时涉及到的形式 比如说紧急避法这个情况 它在民事上也有 在形式上也有 为什么我们要特意的 把紧急避法作为一个 有点紧张了 对不起 紧急避险作为一个责任的 一个阻缺的室友 那就是因为可能社会出现了 这样足够的危机 所以我们需要通过更用 成文法的立法的形式 来去进行一个规范的 内核的这种规范的补充 而不是边缘的一个 相对零散的一个就是修补 好 首先我觉得对方 还是没有非常清晰的回答 我们的几个问题 所以我们始终没有太听清楚 您方究竟想要立的这个法 它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法 你们想要设立一个法律的话 你得非常清晰的去设立它的程度 究竟这个程度是限定在合理范围内 还是只要出于善意行为 您都可以在好人法下去得到豁免 确实没有讲那么细 它的反应真的非常快 准备方面做的是很重要的 在李先生的这个案子当中 他其实已经承担了这样的刑事责任 我们是认为故意跟重大过失的情况下 你可能会构成侵权乃至要承担刑事责任的 我们都认为这样的情况其实是属于一种例外情形 但在我方的这个立场下 我们觉得李先生让他来承担这样的刑罚 是一个不妥当的做法 因为我们检索到内地有案例 是一个乡村的医生 他去医治别人的过程当中 他按断了别人的12根肋骨 但是他的出发点其实是想要拯救别人的生命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也不会认为说 他是一种侵权行为 反而是判他无罪的 那我想进一步的请教一下对方便有 我们在这个立法的过程当中 确实会存在一些问题 但这难道是不立法的理由吗 好清晰 这是现在不立法的理由 您所提到的是医生去救助 那我们先把这两点要分得非常清楚 因为好人法并不包含医务工作者 医务工作者他们本身就有行为准则 他们不需要在有好人法的前提下 他们本身就是优先会考虑道德上的义务 所以我觉得对方首先要分清楚的一点是 究竟您是限定在医务工作者 还是所有人 或者是仅是有急救知识 但是并没有医疗技能的这一部分人中 他的责任和界定都是完全不同的 并且我方从来没有说过 并不想要保护被救助人 或者永远不设立好人法 那我方也赞同在未来的某个时点内 去设立好顺利好人法 退了一步了 为什么 只是在现在的当下 我们并不认为有一个非常清晰的 是民事还是行事 这样子的一个明文规定的法条 所以我们认为现在在香港 还是先适用这个判例法 因为我们的法情和这个内定 是并不一致的 谢谢 他画了一个安全空间 万一非得利也是未来利 他这样做挺聪明的 是聪明的 但是也有风险 如果对方很精就会追问说 你是不是觉得未来该利呢 那未来什么时候该利呢 你说说看 未来的该利的那个条件是什么呢 就反攻为首了 就自己挖坑了 对 有一点 他们的立场是这样的 不反对 不反对立法 但是现在不是时候 那其实这个是一个挺 就是有一些危险的立场 因为我们这个题目是 香港应不应该为好人法立法 如果这样的话 他们就好像是同意立法 如果唱方听得清楚 他们这个论点的话 其实有可能打败他们 对 我们并不认为有一个非常清晰的 是民事还是行事 这样子的一个明文规定的法条 所以我们认为现在在香港 还是先试用这个 我来说一下 诺老师 诺老师抓到了 让和和内定生命运动 谢谢 其实在Total Law中 医务工作者的一个标准 是一个更高的一个标准 医务工作者 按断别人十二根猎骨 尚且无罪 那我认为普通人 按的四根猎骨 为什么要坐监三个月呢 您方刚刚说的 这样我们只要注意到 必要的Duty or Care 就可以避免这样一个责任的承担 其实有点过于理想化了 实践中 我们想达成这样的Defense 是相当困难的 如果对方举证了 你在救助过程中 有稍微越界的行为 造成了损害 其实是要承担责任的 就绕开了 没抓住 您觉得还没有给到救助者 一个足够的保障 而要去进行一个明显的立法的话 那您是否有考虑到救助者 和被救助者之间的 这个权力失衡呢 如果你去额外立法 那么他们享有的救助行为自由 就远远超出了这个受助者 他的利益救济 所以会造成双方的一个权益不均衡 嗯 损益比 是他们一直在打的点 对 好的 我分批量来回复一下您的这个观点 首先就是您刚才说 香港的立法以及判例 已经有能解决这个问题 我分两个层次回答 第一个层次是 我们认为是不能够解决的 不管是从现在英美法上 它的无音管理制度一个欠缺 还是从紧急避险它的要件 相对于我们的紧急救助行为更加的严苛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觉得保护是不充分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 即使是像美国 或是英国这样的普通法的国家 那他们在很尊重判例法的同时 也非常的重视立法 就是这个可以举出大量的 美国的各个州 他们甚至分为积极的 这个好人法和一个消极的好人法 甚至像大陆法系的 在刑法上给一个见为不救这样的罪 给了一个更高的一个注意义务和义务责任 第二观点回复 您刚才有提到一个法义衡量的问题 我觉得首先这个范围狭窄了 就是它不仅仅是一个救助者的责任 和被救助者的责任 而是这里面还有一个部分 是受助人的个人利益 和社会救助的一个公共利益 关于刚刚宁方三遍提出的这个 其他国家立法的情况 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立法 从来不是我们一定要立法的一个理由 因为在立法的情况下面 我们要考虑诸多的因素 然后宁方一直也没有回答 要设立什么样的好人法 我方到底要把什么样的行为 纳入到我们的讨论范围 我方会对我们的自愿紧急救助行为 有四个要点来去讨论 终于想到怎么立了 四要素早该发言了 罗老师 首先我们的自愿是认为 救助人是不复有法定 或者约定的救助义务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 我们要有一个紧急的要件 它的判断标准 应该是一个一般人的标准 并且它的主观上 必须是要以帮助援助他人 或者摆脱危难困境为目的的 所以说 在我们的这些限定条件下 我希望我们可以之后 在这个层次来进行一个讨论 关于您说的这个 紧急救济的实施条件 应该有个客观的标准 以及应该有一个相应的判断 但是这些客观的标准和判断 其实恰恰就是我们现在 已有的侵权体系下和刑法体系下 去判断这个被告人 他是否应当负责的 一个客观的标准 这两个标准 竟然已经是完全重合了 为什么我们要通过一个新的立法 来对这个进行保障呢 恰恰相反 如果说这个判立法已经足够完善 目前香港的侵权法 已经能解决这样的问题 那我们本案当中的李先生 他就不会遭受牢狱之灾 为什么我们内地的甚至是一个医生 他去为别人做救助行为 他要尽到更高的注意义务 但在这样的情况下 都免除了他责任的承担 那我们认为 其实是对普通民众的一种鼓励 这样的一举是应当被保护的 所以我们认为 在立法的执行过程当中 当然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但这样那样的问题的弊端 并不足以抵消 它立法本身带来的利好 在我们去立这个法的情况下 其实我们会发现说 他对于活人的一种意识的一种呼唤 其实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而这样的判例 并不能洗到这样的帮助 那这方的利好 您帮怎么看 漂亮 帮回来了 再打利弊 首先我们想要跟你们确定的是 我们不支持立法 不代表不立法 就不能去做好人好事 对 然后您帮也说了 内地的医生 他作为医生的情况下 他都有可能操作食物 那你凭什么觉得 可以每个人都做出一个明确的判断 我们有很多方法都可以去倡导 我们不需要一定要去立法 立法达到的效果 我们的判立法 我们的教育都已经可以达到了 然后您帮一直在回避我方的问题 我方所提出的弊端 你们都没有解决 然后你们今天也一直在空中楼 没有提出你们自己的真正的立法的需求 你们一直在提其他的法律 那其他的法律是不是已经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你们为什么还要提 紫薇真不错 紫薇 今天真是不一样 商人紫薇 她的表现也令我有一点惊讶 对 她是怕了一个很比较尖锐的问题 对 就用了她采访的技术 首先我回应一下 我觉得我方刚才已经提出了非常明确的 我们是在自愿紧急救助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设定下 然后排除她的重大过失和故意 所以我们不是在空中楼阁地讲 其次我们想要鼓励更多的人 有这样的一个法律的确定性 来实现她想帮人的善心 以及她的一个理性 那林芳如何确定越来越多的人去帮其他人 就一定会让这个社会越来越好 我觉得这之间没有直接联系 请林芳解释一下 首先回应刚才对方疑变的一个问题 其实我们在例论中也提到了 就美国在2018年 他对用药过量定了一个好人法 他说如果看到用药过量的人 你去救助的话 其实不用承担太多责任的 而这个好人法颁布了两年之后 其实用药过量的死亡比率是下降了7% 我没看到这个利好 这是林芳没有看到的 您提出了一个数据 说在立法的前后 它有一个明显的这个下降 首先林芳是否能确定 立法就是这个关键因素 导致了数据的下降 是否是由于社会的发展 或者是人身体健康 医疗整体的一个提升呢 这具体立法前的每一年的数据 林芳是否有掌握呢 漂亮 统计学反驳 是的 对方一直在反复强调 林芳立法的目的 是为了去鼓励大家 做一些行为 而并非说立法是有必要性的 那我们想说 首先鼓励行为本身的 根本的方式 采取的措施 应该是教育 而非去立法 立法更多应该在意的是责任与义务 林芳提出的利好 其实都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 如果仅限是鼓励这个观点 那是不是恰巧说明了 您认为立法的公平性和合理性 暂时目前的这个标准 林芳自己也觉得是不自信的 反而只是为了鼓励 其实判立法已经很好的 可以解决这个必要性呢 我来哄你们的立论稿来回应 你们认为不具备一个立法的必要性 司法实践已经可以回应这个问题 但其实我们讨论到现在都还没有 尤其是您是提出这一方 您需要给我一个比如说司法案例 它是什么样的 在香港这样的司法案例 保护了在这种情况下的救助人 对不对 又给抓住了 又给抓住了 这是他们的弱点 对 就是没找着 这时候怎么办 宁芳一直在求我们的 希望我们给出一个案例 宁芳是否能给出一个能够激起名分 我们在香港这样的情况下得到了 不合理的裁判的一个案例情况呢 现在我们没有援引任何一个具体的案例 是因为在判立法下 本身这个法它就是通过事实情况 derive出来的一些要素 而非完全事实相同情况下 才能被称为先例的情况 您方说可以给您方一个例子 我们其实觉得这里的这个李先生 如果香港已经有这样的法律 那他就不会蒙受这个牢狱之灾 我们觉得如果有这样一个好人法案 其实会让李先生去脱困 去避免掉这种纠纷的发生 我们这些法律人 需要有一个规则的指引 去告诉这些香港民众 这么做你是对的 我觉得这一点对他们而言是很重要的 洛欣站起来不要纠结案例 首先呢 如果您方的这个好人法 按照您方说的这个标准 它不允许重大的疏忽 以及一些重大的过失 还有再来一些 额外的伤害的情况下面 您方的这个好人法 也无法对李先生的这个案件 进行一个责任免除呀 嗯 您是行事 他还没有回答 然后如果您方的好人法 能够对这种情况 进行一个豁免的话 那在这个案件 我们给定的事实是 李先生他的主观就是善意 但是在现实情况下面 我们无从去推断 让对方去断念了四根肋骨的情况下面 他到底是一个善意 还是不是善意 这个是多数的情况下面 我们无法进行判断 实操还是打操作性 我方从来是不认可说 就是像您方举的一些极端个例 认为他是假借也好 或者说是冒失也好 对李先生的主观 我们是认为说 他其实是善意的 我方的主张一直认为说 我们应当有一个淡数条款 来保证人们在行事的过程当中 他保持他应有的一种谨慎跟注意 所以我上次的发言 首先您在立法的时候 您一定觉得您立的这个法 就比现在的判立法更宽泛吗 在您设定了如此多的限定条件之下 有可能更大程度的限制了您想要保护的人呢 有更多的情况下 他可能会在这个法律下被判有罪呢 哦 队长开心了 其次我们想说到的是 第一我们刨除了医疗工作者 第二我们又刨除了 本身就是觉得担心自己的行为 导致不好的后果的这些人 仅限这一部分 担心担责的这一部分人 其实这部分人本身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多 您的力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 法律不应该是行为指引 或者道德准则 或是道德教育 法律是义务和责任的一种规范 法点也不是道德点 其实我们达成的共识 就是一个理性的人 是不会因为好人法 去更有动力去做这种自限风险的事情的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 为这样理性考虑 并且做了高于社会的一般道德义务 所以我们要给予它保护 然后紧接着您刚才提到的 法义衡量的问题 它不仅仅是两个人之间的 利益的一个平衡 不仅仅是民法上的一个公平 它更多的是涉及到 社会的一个刑法上的更高层阶的 一个正义问题 我们还是想要回到我们之前 已经说过的对于责任的认定 根据您方对于这个好人法的表述 本身就是我们刑法和侵权法中已有的规定 那我们可以通过 对于这些已有规定的宣传教育 去让公众认识到 他们并不需要为自己合理的救助行为 承担任何的责任 另外就是关于您提到的 更大层面的一个刑法上的利益 我们认为这个正义 它其实是一种道德上的正义 而不是一种法律上的正义 我们在法律上面并不会要求人 去实施任何的这种救助 如果说您想把这个归结到 救助人的这个法医的保护 那依然还是归结到了 双方的这个法医的平衡 重新再重申一次 好了 时间差不多了 啊 最后吧 一锤定音 我们现在先请反方的代表 做一个五分钟的总结成词 加油啊 撑住啊 可以的 可以的 五分钟 撑住 我其实是比较担心 他可能还不是特别的清醒 我们现在这个辩护 替他当心呢 可不可以计输这个辩论呢 可以开始 可以开始 各位评审 主席 永峰同学 大家好 我们其实今天双方的 一直在争论法律和道德义务的 矛盾点 社会的理智 我的天 可以的 可以的 治理其实是一个复杂 和充分矛盾的命题 每一个热点新闻都可能聊拨 大众的神经而为立法者呼吁 香港作为普通系的体系 我们更注重是一个case by case的basis 去解决一些法律问题 与其我们去制定一些过于宽 或者过于窄的一些一刀切的法律 不如依靠每个案例里面的一些orbitor 去通过对案情的一些细节 做出更针对性的判决 纵观全场呢 我们双方其实达到了一个共识 就是我们会要想去保障一个救助者 和被救助者的一个权益 但是正方的同学没有考虑到 两者之间的一个权利的一个失衡 那首先呢 正方对于一个好人法的一个法律界限模糊 到底好人法里面的护美人认 到底是刑事层面 还是民事侵权层面呢 其次正方对一个救助者的界限模糊 到底好人法是规管普通生命救助者 还是专业知识的救助者呢 正方有史诗中没有一个清晰好人法的立法范围 你们所谓的立法的一些道德层面的立处 全都是纸上谈兵 很犀利耶 回归我方的一个根本点 就是根据香港的现况 我们方不提倡好人法立法 因为没有立法的必然性 还有实际上施行事必大于立 只是在一个救助者好心办坏事的前提下 盲目因为群众的呼声而立法 有可能会成为更多恶意疏忽的人的保护伞 那我方认为领方的逻辑和初衷 只是见数目不见身理 仅仅看见了一些可能性带来的立处 而完全忽略的一些实际上的必处 领方的立处其实只是一个饼 而我方所提出的一个必处是实际存在的 归根究底 我们既定好人法的时候不能只考虑我们的情绪的因素 我们是理性的人 我们要充分考虑它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必处 而且从立法的保护效益来看呢 未必一定能带来一个好结果的 我想再重申一点就是今天的遍体是围绕香港info 为好人法律法 而香港的现况就是 市民对于心脏一个急救的认知 还有施救者的急救水平一个教育 并不高并不普及 因此我方认为呢 法律不是一个泄愤的一个工具 而我们应该考虑法律的亮点 因此我方反对今天的遍体 谢谢各位 很稳定的输出 战胜了对方跟战胜了自己 他结案的时候其实结得不错 应该达到他应有的水平吧 战胜代表 力挽狂澜啊文汉 好的那三位大律师 还有各位便手下午好 那首先针对对方刚才给我们泼了很多脏水 那我会从三个方面进行回应 首先第一个方面 其实今天我们双方都会有一个共识 就是立法本身这件事 它跟这个判例它是并行不备的 既然是并行不备的 那他们判例的好处 我们在立法了之后同样享有 好第二个问题 香港的特色恰恰是 它的人口密度比较高 民众的这个医疗意识比较强的 如果你能给他很好的教育跟引导 是能够达成这么一个社会目的的最大化 第三个点是 对方一直在质疑我们 是不是把这样一个法律救助行为 从一个道德层面上升到一个法律层面 但是我们会认为 这是一种对行为人 对他一个脱罪的一个保护 而不是对他行为人可以过高的要求 那我们再回到 林方认为说 这个立法的必要性是不足的 那我方其实一直是在 从法律的定分指针跟社会的教化两个方面 来解答林方的疑问 法者是天下的准神 法定 然后人安 通过我们好人法的制定 跟班刑 那社会民众其实可以形成一个稳定预期 并基于这样的稳定预期 去帮助到别人 从此法官在裁判的过程当中 也能有所依品 会让社会当中越来越多的人 他理解好人 并且最终成为好人 那再退一步讲 确实好人法的这样一个立法 会让可能没有那么多知识的人 他会盲目出手 而这样的盲目出手行为 会不会给行为人造成一些损害 我方其实是认可这一点 但其实更多情况下 我们看到的街头的那些得不到救助的人 才是我们应当关注的重中之重 我觉得可以通过后续的一些立法保障措施 再去保障这个立法 它更好地去进行 也很棒 回到最后 我其实特别想把我自己的一句人生格言 分享给各位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我们四位对于好人法的立法的种种 提倡它其实都是建立在 目前的社会 其实是会有这个信任危机跟自顾不暇 很难奢求别人为我们撑一把伞 点一盏灯 但是我多么希望会有一只坚定的手 有一张温暖的网 能够托起缓缓坠落的有一些人 因为为众人抱心惊 不可使其冻蔽于风雪 谢谢 现场鼓掌了 来 来 来 帅 帅 不得不说 闷大娇 王汉今天真的不一样了 帅啊 最后这个